站起來簡單 哈哈哈哈 不能緊張 這個食指不要準備好之後再進去 因為它非常輕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伸出去把手臂打直 在教官的指導下 內政部長尼佑昌在台灣警察專科學校 空氣槍靶場初次體驗 空氣槍射擊 成三的圖形 然後磁性 好棒喔 雖然順利命中拔子 不過林佑昌自貧只有60分 也表示警察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需要大眾多加鼓勵 這是我第一次體驗空氣槍的一個射擊 其實打得不好 大概我覺得個人覺得只有60分 當然這其實要不斷的一個訓練 也代表著說其實當一個警察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希望大家我們人民的保母 給他們鼓勵跟加油 劉昌進一步說明目前警校 對於設計訓練的課程規劃 希望讓未來的人民保母 能夠升任維護治安工作 保障國人安全 這個我們遠景的一個訓練 現在已經科技化 所以也利用這個3D模擬的這種情境 來增加我們的遠景訓練時候的一個應變的一個能力 那整個警校的一個訓練都非常的嚴謹 所以有分階段來進行 那目前呢 警校的學生在畢業之前要完成 大概一千多發將近兩千發的一個射擊 的一個訓練 我想所有的一個情境跟訓練 就是依照現在社會上最新的一個狀況 來教導我們的學生在執法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在合法的一個狀況之下 去完成保護人民維護治安的一個工作 牛昌表示目前全國警察機關已經建置13處 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 及7處智慧XR 警情訓練系統等現代化訓練設施 接下來目標是希望讓每個縣市夾局 均能有一座情境模擬靶場 持續落實遠景執勤與用槍實際訓練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